大家好,我是Ryan 今天是JQuerySelector系列课程的第三节 这个原计划两节讲完的一个Selector拖到了第三节 也就是在之前两节我们讲到六种filter的那个Selector的使用方法 今天我们会讲最后三种 也就是ChildFilter,Forms表格,FormsFilter表格的一些过滤器 我们来看这个ChildFilter 我们来先看一个最基本的使用情况 也就是我先讲他们吧 他们好像看起来比较简单 FirstChild FirstChild什么顾名字也很简单 就是Li它并且它又是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要选择这个唯一的这个值 因为它是UL的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说呢,这边我们就说Li 这个暂时不要 等会儿大家就知道它的目的了 FirstChild的Background的Color Background的Color Yellow 我一选,它就选中这个了 好,当大家看到这个ForceChild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跟之前我们讲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一节课 讲BasicFilter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LiFirst 看起来很像 但这个First和FirstChild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其实区别就在于这个Child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玩文字游戏了 FirstChild来讲 它就是For 只有它是FirstChild的时候才会被选中 也就是它是只有是在 它是一个第一 头一个子元素的时候 它才会被选中 但这个First呢 它只会选中所有满足之前selector的第一个元素 满足之前selector有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一般我们会选 比如说我用Diff 页面上会有很多Diff TheFirst 我只会选 我就会选择 像页面上我看到的 我选择到的第一个First 第一个Li 这边呢 比如说我有两个 我现在有两个Li 一个Li 它是第一个子元素 另一个Li 它是 这个Li 它出现在这个Li前面 所以呢 我如果要用 之前我们讲的这种selector呢 按理来说 首先 不看这个First Li会选中页面上所有Li 我会得到一个array 然后在这个array上 在这个数组上apply 这个 白光color yellow 但是呢 我加了 一旦我加了First 它就只会 给它看到的第一个Li元素 不管它是不是first child的 不管它是什么 来来 试加这个 后面的一些逻辑 在这里是bear光colo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 看 MLI 这一项被选中了 而恰恰不是我们刚才之前 这个First child 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好 讲完 讲过区别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几种使用情况 其实它跟之前 我们讲过的都很相似的 这样我们说了 First child 我们就不管Last child 其实是一回事 然后还有这个很重要的 Nth child Nth child就是看它是第几个元素的意思 但这个Nth child呢 确实确有很多种使用方法 比如说我可以用Nth child event 我可以用这边Nth child Nth child是个function名 你千万不要自己传一个参数在这儿 因为这个N像一些函数一样把这个改成比如说17th child 那这个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 在它之中传入参数 当我参数传入even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 所有 所有even的li 哦 这边 Nth child 所有even的li都会被选中了 就是它的那个index number是even的 也就是这是第一个嘛 这是第一个child 这是第二个child 这是第三个child 这是第四个child 所以说even就是所有偶数都被选中 为什么这个mila被选中呢 因为呢 它是body的第二个子元素 所以它的序号也是2 所以它也会被选中 我要把这边换成out呢 它就不会被选中了 看 只有1357被选中 我要把它来换一下顺势呢 它就又会被选中了 修一下格式 它又会被选中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看过这个out和even呢 当然这个下面呢 就是最基本的一种选择方法 我们可以给它传一个数字 我要传1呢 因为它是第一个 它也是第一个 它俩会被选中 1 我也可以传9 跟上面那个那哥们就没关系了 我现在就在9 就会选中9 只会选中9 因为上面它这边没有第9个la 没有是第9个child的元素的la元素 在这个body下面 但是在ul下面会有 我要选择10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会被选中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rn rn是什么意思 rn其实跟even是一个意思 rn嘛 学过大概初中数学也都知道 rn在数学中代表什么 代表偶数呗 n可以是自然数 rn代表偶数 也就是选中所有的偶数 然后我要可以选3n 也算是选中3的倍数 就是这样 看过这个rn的使用方法之后呢 很多小伙伴就会 就会很好奇 如何使用 肯定就会 我们高中时候会学过rn加1 这种使用方法 rn加1什么意思 就是基数嘛 现在我如果这样 rn加1是可以使用的 甚至3n加1都是可以使用的 3n加1 这边 但我不知道3n加2能不能用 应该是可以用的 3n加2是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这边可以放一些 根据我们初中数学常识的一些 基本的 把n看作自然数 一些基本的逻辑 可以放在这里 就是来选择nstral的 然后呢 最后呢 child的slagter还有一个最特殊的 就是onlychild 只选中 那一个是单独子元素的元素 也就是 我把这个mli呢 放在这个hellodev里面 好 好 这个mli现在是它 dev里面的一个单独子元素 我现在clickme呢 就只有它被选中了 因为它是唯一子元素 它们都不是 它们父 它们父辈 元素的 也就是它们lf 就parent元素的 单一子元素 因为它有9个孩子嘛 ul有9个孩子 但这个div呢 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只会选择到它 好 再看过这个child的filter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form form呢 其实没什么难的 但是由于form呢 使用非常 在那个日常工作中呢 会经常被使用 而且这些东西呢 会经常想不起来 我就想给大家专门列举一个表格 方便大家之后呢 参照 这个冒号input 就是会选中 所有符合前面selector的一个input field 这个呢 会选中所有selector的一个text field 也就是这个是input 大家会可能会想input不就是text 其实不是 这个有点也是有点脑地转弯的感觉 它其实不是 因为input还包含很多嘛 包含checkbox 包含submit 包含password 它们都是input 所以呢 这个input是会选中下面的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 这边是text password like radio button 然后checkbox 也是某一种input submit也是某一种input image其实也是某一种input reset也是某一种input 但button不是 button是自己的button 但button也可以是input 对不对 file也是input 所以它都是一个input的某一种input 下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边呢我会放一个这个text field 这边refresh一下 text它是个text的input 然后呢 respect一下element 好像有点搞错 对text 然后我要给input 加上一个 我要给text 加上一个bygowncolor 好的 click me 这样只加给text 我也可以给button 它是button的 我就给button加 就给自己加上 因为自己也是button 但自己却不是text 但是不是呢 我如果给input加呢 它们就都会被感染了 都会被 加上这个bygowncolor yellow 因为呢 它们其实都是一种input file button其实也是一种input file 因为button还有另外一种写的 写一种方式写的方法 就是input type 等于button button 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这个form selector非常简单 我就不一一像之前给大家讲 大家都之前是一些基本的选择 选择器那样一一给大家举例子了 在这边大家应该都能看懂我讲的什么意思 最后呢 有一些form上的filter 比如说 这个inable的就是input inable的 input有两种方法 就是两种状态 一种是inable 还有一种disable的状态 比如说 我这边有个input 我这边写 disable的 也就是它是disable的 你这边是不可以select的 然后呢 我这边选中input之后呢 我再按 选中input之后呢 我再用inable的这个selecter来给它选择 好 我用disable吧 disable就用selecter来选中它 也就是呢 只有disable的input field才会被选中 我这边如果有两个input field的话 第一个 value等于hello 第二个 value等于 word 好 我会听到一个 不好意思 又拼错 总是拼错word helloword 好 第一个是disable 第二个我给它 不让它disable 我们让word enable 好 word这边我可以随便改 随便改任何东西 但是呢 clickme只会加到这个disable上面 我前面是一个input 后面是一个disable的input 我要是inable的呢 inable的 我要给inable的加呢 这个 这个 就会被选中 当然呢 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说过 这个button它本身呢 也是一个input 并且它是inable的 它不是disable的 所以它自己也不会被选中 这就是inable的和disable的 然后checkbox呢 和selected呢 就顾名思义的 大家很容易看懂 checked 就是如果是屏幕上 它只针对checkbox有用的 checked 任何一个checked input checkbox 然后这个selected呢 就是任何一个选中的selected option 这就是它的意思 讲完这一系列selected之后呢 其实我这些类别呢 不是我自己总结归纳的 那个check query呢 已经给大家 归纳好了 我只是 等于我其实就是一个translator 一个翻译工 帮大家把它用中文讲解了一遍 其实最细致的 任何最细致的 学习编程任何最细致的 最好的例子和最细致的讲解 都在它的文档里面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jquery的文档 就是jquery的官网 比如说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contentfilter 是怎么使用 contentfilter jquery 就可以打开 contentfilter 它总结了四类 正好我这里也是四类 这边呢 会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就是比如说contents 我们刚才讲过 select all elements 选中全部元素 那些包含某一些text的元素 他只针对text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语言 这个解释很简洁 在你已经学过 听过我的课程之后 基本上你想不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到这一个页面 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就应该能想到 它是什么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就应该能想到我之前 讲过的一些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真的实在是想不起来 或者实在是遇到一个新的function 比如说我刚才没有一些讲过的 或者有些事情 你真的忘了 你打开它 前面这些根本不需要看 你只需要冲去看它的例子 你看它的例子在干什么 你用一下它的demo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 他dev content strong 他会加text declaration underline 然后呢 这个是无条件执行的 不像我的 在我的示例程序里面 都是加了button 因为我想要给你们讲解之后 让你们之后再看效果 给大家讲解之后再看效果 这里呢 它就是不会让你再点一个button来看效果 它会让你直接看效果 所以呢 呃 大家看这个 第一个加了underline 第三个加了underline 也就说明呢 它会把这个任何一个 这个steve里面的content里面 有重要的加了这个text declaration underline 啊 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多阅读文档 在呃 以后工作中其实很常用到文档 我其实根本记不住 这是这里面所有东西 我大概只能记录一些非常常用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我昨天刚用过的东西 有时候呃 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去看文档 有时候就即便是这些我都想不起来 我会去看文档 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时候 我也看不想不起来二加二n加一可不可以用 但在文档里肯定写的二n加一可以用的 呃 好 这样 基本上我们就讲解完了这些selector 呃 这些selector 已经是日常生活中可能用到所有selector 我目前工作中还没有用到除此之外的其他selector 如果有除此之外selector 就很少很少用到 所以说遇到那种情况你就真的要去查文档了 所以说呢 呃 三节的selector的讲解我们就到这 呃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争取呢把它们都熟练掌握了 好的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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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